今天学习的超越二元对立 也听师父讲过真正的实修去做义工法工 多做回馈众生的事 请问在我心灵成长的过程中 如何消融自我超越二元对立呢 是用自虚及守净毒归零的心吗 当然也是问题是你要做到就是要练习 就是要练习 所以像这位学员也是希望能够真正去做 能够真正去做到 但是这也是要有一些方法 你才能够逐渐深入去练习 首先希望你把道德经的智慧与应用 认真的认真的学过至少两遍 也参加过道法自然的禅修方法 你能够这样的话 你会掌握到真正修行的核心 观念之鉴大致上不会错了 再来呢 再来你就是要发心 愿意去练习 愿意去承担法务工作 不是一直 我找个环境我就要闭关 我找个环境我要怎么样去练习 去打坐 去入深定 然后去精行用功 那又是用自我再练功夫了 你真正要体会到要学到 在这个过程 你有了正确观念之间之后 再来呢 往后所作所为 就是要朝向 围到日损 而围到日损就是 练习着 放下我们这个自我 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抓取 放下我们的习性论断 冲动 而最好的就是 你敢去承担 要去发心服务众生 千万不要想说 我去服务的话 这样我就会亏损 我这样就会用不少时间 然后这样我文师的时间就少 我修行的时间就少 你要能够发心 去练习 去承担 在学习 当然这时候有一样 是边做边学习 边学习边做 这样进步最快 一般人是不愿意虚心学习 而所学习呢 往往都是要强化那个自我 现在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淡化自我 所以在发心服务的过程 我们就是要学习 学习无我无私 要学习无我无私的来承担 来服务 放下我们的身份 放下我们的习性 冲动 论断 有因缘让我们练习 好好的珍惜 也发心 当我们受益 也发心把这些法 推广利益更多人 不是去当别人老师 而是发心 推广 然后跟众生分享 我们从中也练习淡化自我 无我无私的来服务 来付出 来回馈 你这样自然的 我们那个自我 还有二元对立的观念 就会渐渐渐渐的淡化 是需要透过前面 有政治证件的基础 再来你要去练习 要去练习 如果你不去做 你永远达不到 孔子有讲过 学而不失 则 亡 失而不学 则待 但是我是觉得 应该是学了之后 要去思考 去消化 是不错 再来呢 进一步要去做 要练习的去做 做到 做出来 不管是喜欢阿安静的也好 不是只是一直在那里学 然后累积很多的资荐 累积很多的文师 累积很多的资荐 然后力远对境却做不到 是你有了前面的文师基础 再来就是要去做 唯有去做 我们很多的习性 才会浮现出来 你才能够看得到 才能够真正的进化 在这个过程 我们要学会练习当学生 不管你是从佛门 佛教的经典切入 或是从道德经切入 你一定要先学当学生 要先虚心学习 如果你不愿意虚心学习 你没有好好当学生 你后面所有的 再多的文师修 都没用 那些都只是在 装填之间 然后再让自我 越来越厉害而已 包括 从阿安经也是一样 你前面你就要有 惭愧心 然后要愿虚心学习 要有柔软心 要有恭敬心 对善之士 你一定要有恭敬心 有柔软心 你在学法的过程 就一定要练习真诚真心 如果在学习的过程 你就不真 不敢放下 练习教出自我 你就不可能学到真法 不可能学到真理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 前后都有关联的一个 很重要的过程 所以像释迦牟尼就讲 你如果没有惭愧心 你没有柔软心 你没办法 学到真理的 因为你不会有恭敬心 不会有恭敬心 我们怎么会有柔软 怎么会愿意处下来为众生服务呢 不可能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前面的真正的正确观念 学到所谓的什么叫做围到日神 那就是在淡化自我 透过力远对境的练习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福慧双修 感谢观看